婚妻不幸福提离婚 老公尽想讨回礼金 迎娶礼金给出去了 还想要回来 中国宁波一名三十多岁许姓男子 去年二月经介绍后 以十万人民币的礼金 迎娶网信妻子 被找到洞房之夜 她却对妻子毫无兴趣 还说是因为没有经验 又太过疲惫 然而这种情况 整整维持了一个月 受不了的妻子 因此逼她就医治疗 却多次被拒 无法获得幸福的妻子 奔儿提出离婚 离婚可以 把十万礼金还来 双方因此闹上法庭 当时法官希望 两人多沟通驳回诉求 但一直过了半年 两人的相处始终没有改善 去年十二月 法院确认双方感情破裂 准许离婚 而且妻子也不需要归还礼金 我们的新闻 回归看一生就好了 不得到 离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